2023年3月無錫馬拉松 和傑楊紹輝 以2小時07分30秒 和2小時07分49秒 雙雙超越任隆雲保持16年的中國馬拉松記錄2小時08分15秒 設下中國男子馬拉松新的里程碑 不過這只是新紀元的開端 12月的福岡馬拉松 楊紹輝面對日本、東非、歐洲頂尖選手 以2小時07分09秒拿下第二 再度改寫中國紀錄 這個紀錄也超越南韓的奧運銀牌民族英雄李鳳柱的2小時7分20秒 中國終於在男子馬拉松超越南韓 成為馬拉松僅次於日本的黃種人國家 2小時06分台近在支持 時隔僅僅3個月楊紹輝再度對決和傑 兩人良性競爭下 和傑以2小時06分57秒 一舉突破2小時07分大關跑進2小時06分台 再度改寫中國紀錄 再快23秒的話 就能進入平均配速每公里3分以內的境界 本集我們來回顧 曾經站上世界最頂峰的南韓男子馬拉松 再來看這5年來極速崛起的中國男子馬拉松 亞洲男子馬拉松一直都有日本主宰 韓國是少數能跟日本抗衡的國家 南韓馬拉松板斷深度雖然一直遠遠不及日本 不過在人類馬拉松歷史上很早就樹立了優良的傳統 留下不少傳奇故事 1936年柏林奧運 當時韓國被日本殖民 就有兩位韓國選手代表日本出賽 男子馬拉松 孫姬珍一舉拿下黃種人在這個項目的第一面金牌 男生龍拿下銅牌 在那個只能穿脖底布鞋甚至是皮鞋跑馬拉松的年代 孫姬珍在1935年2度改寫世界紀錄 正式最佳為2小時26分42秒 一直保持到1947年 被自己所指導的徐潤福 以2小時25分39秒改寫 1908年才開始有記載的世界馬拉松紀錄史上 韓國人曾經主宰了13年之久 孫姬珍的故事也被拍成電影 沒有國家的冠軍 在2023年上映 時間快轉將近半個世紀 在這漫長的四五十年間 韓國或是說南韓馬拉松跑者 沒有再改寫過世界紀錄 但和日本跑者在世界馬拉松舞台上互相較勁 一時有現在肯亞和伊索皮亞競爭的味道 20世紀尾聲南韓馬拉松迎來第二波榮光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 孫姬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教練生涯尾聲 指導的黃永座和日本森夏廣一 在中盤最後的地獄爬坡展開了史詩級的決鬥 最終黃永座勝出 拿下堪稱奧運馬拉松史上最虐的金牌 1996年亞特蘭到奧運 李鳳柱在炙熱的天氣下 跟上南非軍團後半的突尾 最後拿下銀牌 他也在之後的十多年選手生涯中 拿下波士頓冠軍 兩面亞運金牌 和黃永座一樣在南韓有著民族英雄般的崇高地位 直到2000年時 南韓男子馬拉松達到一個頂勝 亞洲前20節就有五席 李鳳柱、金義勇、高居當時亞洲歷代第二和第四節 都有2小時07分台的水準 另外包括黃永座在內三人都是2小時08分台 當時中國紀錄保持著胡剛軍的2小時09分18秒 排在亞洲當時歷代第24節 2010年前南韓的第二波榮光淡去後 往後十幾二十年只有池永俊跑出過2小時08分30秒為一線的水準 中國方面2007年任龍雲跑出2小時08分15秒 但彈花一現也沒能在國際舞台上擦出火花 也沒有帶動中國男子馬拉松整體水準 亞洲馬拉松完全被日本選手制霸 2010年這種情況仍然持續不變 大韓民族至少用成績和奧運金牌證明過 中華民族男性耐力是不是不佳 也幾乎快要變成一種共識 而就在2020年前後 當南韓更下一層樓陷入沒有人能跑進2小時10分以內的窘境時 中國男子馬拉松開始一點一滴起了化學反應 2019年董國健在柏林跑出了2小時08分28秒 突破個人最佳3分多鐘 直逼任龍雲的中國紀錄只差13秒 其實他當時已經是33歲的老將 任龍雲創下全國紀錄時 董國健已經是20歲出道的選手 而他這個打破僵局的成績 也是中國男子馬拉松正式啟蒙的開端 不過也不是2020年就大爆發 而是每年慢慢醞釀的方式 從1980年出生的老將 到2000年出生的新生代 越來越多人從田徑場投入馬路的比賽 跑進2小時15分和2小時20分的選手越來越多 除了精英選手 這段期間中國的馬拉松從上到下 一線到三線城市都紛紛開始舉辦馬拉松 多場申請到國際田種的金標、銀標和銅標認證 除了城市馬拉松 各種主題的賽事像是森林馬拉松、越野馬拉松、沙漠馬拉松 甚至冰雪馬拉松也紛紛出現 賽事質量爆發帶動了很多參與的人口 加上網路上社群和自媒體的蓬勃發展 專業知識和經驗分享更迅速的傳播 各種層級的市民跑者 猶如井噴般的成長 破山人數成長數以萬計 2023年北京馬拉松就有2400人破山 而2024年無錫馬拉松 破山人數更來到了3400多人之多 中國每年跑進2小時20分以內的跑者 也成長到50到60人之多 其中包含多位素人也已經不是新鮮事 雖然不及每年平均200人以上的日本 但也海放10到20人的南韓了 這種參與人口的質量 迅速滾雪球般串聯了各種相關產業 馬拉松急速商業化成為一個持續擴大的市場 這個市場最受消費者矚目的一部分 莫過於是跑鞋了 中國多家運動品牌 在這個爆發的市場迅速發展起來 各家研發製造的碳板鞋 在2022年左右 達到一定的水準 在精英選手的成績上也得到了驗證 在國內達到很大的普及率 也慢慢往世界各地擴散 回到中國男子馬拉松崛起 經過幾年訓練和嘗試的醞釀 2023年是許多中國男子馬拉松跑者開花結果的一年 有30人跑進2小時15分以內 有8人跑進2小時10分以內 那就如開頭所提到的 何傑和楊少輝在良性競爭下 把全國紀錄一路往前推進 現在來到了2小時06分的領域 而且不只他們兩位進步 2023年10月以來 不到半年 已經有6位中國跑者超越任榮雲 2007年所寫下的2小時08分15秒 2020年之後的4年多之間 2小時15分以內的選手數量和平均水準 幾乎已經超越1900 到2019年之間的總和了 何傑和楊少輝在亞洲 已經可以排在年度前十節 吳向東董國健也有前20的水準 而何傑和楊少輝 相較大多數穩定測驗型的日本選手 在國際賽上 也許更具競爭力 他們在杭州亞運 和北韓的韓日龍纏鬥 三人拿下前三的畫面讓人印象深刻 韓日龍在這次無錫馬拉松跑出2小時09分42秒 成為首位跑進2小時10分大關的北韓跑者 中國北韓的大躍進 讓很多人也關心到 台灣的馬拉松到底怎麼了 許基盛老師在1995年寫下的2小時14分35秒 到底有沒有可能突破 這個一言難盡 之後我們可以好好聊聊 各位角友們有任何想法建議跟討論 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不停腳 下次見